哈利马总统今天参加了两年来的首个实体社区开斋活动 总统表示我国回教徒社群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和耐心 这场开斋活动聚集了回教徒社群和社区伙伴 随着防疫措施放宽 这个由新加坡回教宗教理事会举办的活动 也庆祝回教徒终于能重聚一堂开斋 总统也表示回教堂计划了针对老年人士的活动 教导他们如何利用数码设备参加线上宗教课程 预约祈祷时间段等